近日,韩国团体神力成员崔明豪来台举办粉丝见面会,并在现场大秀舞姿,赢得粉丝疯狂。 当天,明豪穿着黑色亮片西装,帅到让人一不开眼,他为现场粉丝带来了唱跳歌曲《Heartbreak》。 一首竞歌热舞,瞬间点燃气氛,令观众尖叫连连。 人气相当高,时隔四年,明豪再度来台。 他表示,因为自己的原因隔了这么久,才和粉丝见面,非常抱歉。 但现在,终于可以见到大家,他十分高兴,同时也觉得幸福。 另外,明豪还承诺,以后每年都会来台湾,见面会进行到中途。 明豪邀请女性粉丝上台,并与其握手,相当亲切。 他还模仿大热电视剧《想见你》中的名场面,化身李子维,对粉丝甜蜜告白。 狂喊,我喜欢你耶,你喜欢我吗,不得不说。 十九不见的明豪,中文真的进步了很多。 在舞台上,一年秀了好几次中文,对着粉丝说,加油。 谢谢,中文发音标准。 想被私下,做了不少功课。 在粉丝见面会活动快要结束时,有人拍到了他眼眶泛泪的画面。 视频中的明豪,满脸不舍地与粉丝说拜拜。 场面令人动容,据了解,明豪此次来台。 只有两天的时间,等活动一结束就会回韩国。 而他上一次来台的时间是在2019年,当时因为要入伍参军。 所以那个时候是入伍前最后一次来台湾见粉丝。 当天他穿着马甲西装,帅气十足,因为是入伍前最后一次活动。 所以明豪格外珍惜与粉丝相处的时光,还在现场唱起肖敬腾的歌曲,让我为你唱情歌,并表示这首歌的歌词就像童话一样浪漫。 很适合我的心情,希望唱给粉丝听。 虽然如今,具明豪来台已有四年的时间,但看得出来他人气依旧高。 不少粉丝,仍在为他应援,众所周知,明豪是男子团体,神秘中的一员。 凭借帅气的长相,和不独的演技,获得外界关注。 在台也拥有超高人气,除此之外,他曾出演过《最美丽的你》。 两个男人,鸡春奶奶等影视作品,不仅会唱歌,还会演戏和主持。 算是全能型艺人,祝福明豪往后的事业发展,能一直顺风顺水。 也期待他可以多多来台工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